好的,那麼老師您進到我們這個 one out群組裡面,你會發現 像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 今天的主要的講題 就是press的簡報 那麼你往下走 這個是我最近另外一個在用的 它叫做 focus應該叫focus guide 那它也是跟這個press很接近 那你用免費的呢 其實就可以做到 一樣的效果 那麼我再往下走 我們今天時間如果允許的話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微軟也有推出 微軟自己都知道 Powclone不見得是它的唯一選擇 所以它現在微軟的帳號 包括Hardmail 或者是outlook.com都一樣 有了這個帳號 它也可以有一個叫做sway的簡報 Sway的簡報也是很不一樣的方式 就跟傳統的方法 感覺起來不一樣 那哪一種好固定 另外呢 如果你比較喜歡 簡報的方法 其實 Google有沒有一個簡報 也有啊 所以一樣可以用啊 你看像我們這樣子 切換切換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啊 不見得一定要很炫的那一種 很炫的那一種 好那另外呢 像下面 我還有準備一些其他的 也是用Place的方式 那麼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我們主要的內容放在什麼 任務這個裡面 任務裡面 所以我就把這個 稍微整理一下 有沒有 像這樣 那你打開這裡 打開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們待會要去Place這邊 官方網站 我們可能要去申請一個帳號來使用 申請一個帳號來使用 那另外呢 這裡還有幾個我用Place做的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微軟的 是為了這個相關的介紹 還有一個demo 像剛剛外面的demo 那另外這裡有兩個 兩個比較不一樣的 像emase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它都是其實 我們到後面都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有很多範本 有很多範本 因為你會做範本是一個很好方式 就跟用PowerPoint一樣 但是不會做的時候 是軟體有內建很多 也有內建很多 那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老師做一個參考 那麼下面雲端硬碟 那個就是 您參考看看 有需要的您再看 我們今天主軸 原則上就是 把簡報的這部分先完成 這樣 老師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所以等一下呢 各位老師 除了進到我們這個群組以外 待會呢 可能要麻煩您到這個網址 在我們任務的第一個 就是Place這個 您直接點 就是Place.com 等一下呢 我們就一起來註冊一個帳號 那如果說您要做升級的時候 我再跟您講 升級的時候 升級成我們教育的免費版 你老師的什麼空間啊 還有就是你可以 設定的功能會比較多一些 好 OK 那我就先還給您囉